美国投票日,这位小学生就不上学了 带他来吃点好吃的 他点名想吃火锅 就带他来位于休斯顿KT亚洲城的海底捞 交通非常方便,10号公路下来2分钟就到了 听说他们最近有很多优惠活动 人气很高的就是这19块9的套餐 休斯顿的海底捞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现在店里布置已经有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一进店里就可以看到各种小玩具和临时小礼物 Hello大家好,今天我来尝一下海底捞新出的单人19块9的套餐 他中午19块9的套餐啊,包括 因为有几个昆菜选我比较喜欢吃牛肉 我就选到这里的一大盘,然后就是一大盘 然后还有一个蔬菜拼盘,蔬菜拼盘它也非常的丰富 它有荤荤,有荤,还有豆制品,所以营养还是很充分的 主食你可以选米饭和面 今天我来,我今天想做一个拌面 我今天想做一个拌面 然后再带一点点料 海底捞的服务 我想地球人都知道 小姐姐特别nice 帮我的小娃娃做好儿童餐椅,完全都没有让我动手 可以让老母亲悠哉用餐啦 来这里还可以问他们 要免费的儿童餐 搭配的不错,我的两个小孩都很喜欢吃 海底捞的还有一个宝藏区域就是他们的调味 这是他们小料区,还有一些小食 这边调味的品种就有二三十种 还加上各种水果零食小吃 当然啦,光点19块钱的套餐 这些也是无限畅吃哦 这就是传说中的宝藏牛肉丽本尊 还有这个牛肉酱,可以调配出很多花样 我拿了开胃菜和冰粉黑米粥作为饭后甜点 这些都是no additional cost哦 所以说19块钱完全就可以让我一个大人两个小孩吃到撑 我点了番茄和新品椰子鸡锅底 其他两个清水准备DIY一下 椰子鸡烫上5分钟就可以吃了 在这期间我和小朋友一起去做了锅底料 还有密制拌面料 我点的生椰抹茶和百香果气泡水到了 开吃开吃 椰子鸡清甜滑嫩 汤里煮的椰子肉也很好吃 套餐里的肥牛肥而不腻 搭配我配的灵魂酱汁绝了 两种饮料我更喜欢深椰抹茶 因为我本身就是抹茶控 这个新品竹身虾滑也特别推荐 一口下去 里面的虾肉饱满 滑嫩有弹性 再尝一下我自制的响林牛肉卷 配合番茄汤或者蘸姜料都很好吃 姐姐是吃开心了 不枉费我开车这么久来吃 带孩子来完全不用担心大人会吃不好 因为小吃零食不断 不仅好吃 孩子还有玩具可以拿 每次带孩子来都会收获满满 不得不提一下海底捞的厕所真的是很贴心 让我干了这杯漱口水作为圆满的结束吧 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